你怎么了 昨晚没睡好 没事 我就是有点冷 手这么凉 你不是生病了吧 上着课呢 别拉扯扯的 没事 我一会下课找理解就行 不行 你现在就得休息 夫子 万诚 我就不明白了 你都病成这样了 我还不能留下来照顾你 还有三人就要大考了 读书当然比我重要 放心吧 今天学的我都会 你胡说 你是自己觉得自己都会 药好了 快喝药吧 来 喝药 你不走我就不喝 你不喝我就不走 你不走我就不喝 你赶紧喝 你赶紧走 出去哪喝不喝 他们来又怎么了 你快喝 他让他去上课 他不去 哦 等了 拿上 文琪 病人有大夫照顾 咱们三个还是去上课吧 走 你 走 你好好上课啊 小傅 罩 对不起文琪 我不是有意要吓你的 你来的正好 帮我看看我这个诗意 是否写得完整 写得很好 很完整 那就好 哎呀我纠结好久了 也不知道后日考不考 后日考不考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你要再这么熬下去 怕是撑不到考试那天 我不是底子差吗 就只能多用功了 况且 我要考的前三甲 你都不知道我压力有多大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 但我怕你这样下去 会适得其反 齐兄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最近变得生疏了 没有啊 也许是你这几日太用功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时间说话 或许是吧 那 你就先回去吧 我再看看 文琪 你好久没有结酒连环了 最近顾不上这些了 况且 我戒了许久 也没能解开 没事解解她 放松一下 我走了 齐兄 我知道你也喜欢窝王 可她喜欢你啊 那我们 想什么呢 我们永远是兄弟 我是兄弟 你这么说 不